全队主场不敌广杀 那场比赛小川还是拿下了全队的最高分的 这边比赛开始了 欢迎收看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17-2018赛季CBA常规赛比赛直播 这场比赛是北京首当主场迎战很亮 差一点儿 该场这边第一次的进攻是由北京首号完成的 那么汉密尔顿选择了一次小抛头 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走左侧的一个双眼护 但这边给到内线的位置 内传内好球 这次汉密尔顿是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今天对江苏的小外员布鲁克斯的防守 对首刚队是至关重要的 他这个得分能力确实极强 现在场均是37分排在联盟第六 好球刚说完这边马上布鲁克斯 对他这个个人能力确实极强 现在以北京队主场的观赛习惯 观众是要等北京首刚投中第一球以后 在就座 现在全场观众在等待着 站立等待着首刚队投中低球 上线高的掩护这边上加击速度也很快 左左侧这边刚才扎尔顿有机会 但是没给 不进来之后再给到汉密尔顿 弹下的二次进攻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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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一个 回应球 投中以后马上就地去防布鲁克斯 比亚紧张分差拉开到11分 小三 中一分 这球很关键 因为首刚这边已经半天没得分了 他不再设计他 拉布绿茶他一定不是那种 就是完全把球都交给他让他强攻 他有强攻能力 但是他更多的是通过他的进攻去传球 你看这一次江苏队的防守 人 球 全部到位 但这边给了篮下 就是篮板球最后稍微差一点 最后一环节稍微差一点 整体更多是一个蓝领的一个角色 他也可以投中距离 他可以投中距离 但是稳定性来讲是稍微差一些 方硕 好球 还有十分的分差 第二阶这边还有37秒 方硕主控 打快速的反击突破 漂亮 这球是瞎扔了 杰克逊这边给到方硕 方硕的三分球 亚绍命中 也是江分差追回到了个位数 来看一下 这边只剩下5秒的一个进攻时间 杰克逊把这个球疏动到现在手感正热的方硕手里 这个传递的次数都是比较多的 上边也是比较耐心 这边好球 小串 非常漂亮的转身 打车2加1 北京那边金刚的就显得很困难 好球 四节的这边的翻阁次数已经来到了5次 成立一边换人了 三分也中方硕 几何迅 给出来这边方硕 要出一下进攻时间了方硕 协防位很大刘伟 这球投进 天哪 方硕这球 不可思议 最后一秒压哨 上线其实浪费了很多的进攻时间 但是这一边 这球是没有办法了方硕 这球没问题犯规投中 侵犯援助体 逃飞的后 12分5主动两篮板 华球也进 到位的掩护方硕 地下点出来 常灵 突破之后转身 再给他方硕 非常果断的三分球投射 命中 4分 4分 给江苏打停了 再看一下 很明显今天常灵在第四节的效果是很好的 非常好 就是可能也是考虑到最后啊 杨森一回合调整一下体能 稍微歇口气 那要理解的话 我觉得只能这么理解 只能这么理解了 但是时间 方硕的是史洪飞 再来 大线测语的掩护 最近不敢放方硕 我们看无关系 时时刻刻都要去铺房的 方硕外围的三分球再重 方硕 三分 方硕第四节打疯了 次数只有一次 准备 准备出现失误 方硕 准备出现失误 好球 我再打进了方硕 第四节 神奇的发挥了 方硕这个赛季的进步 这个神速 然后 吃拜拜就是我并没有意义的一段 丰盛的手感实在是很火热 再重三分 最终是124比122 江斯肯迪亚在客场完成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